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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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琪琪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尺寸秀這一支五神刷 刷出近乎零刷痕的 專業級底妝 而且這一支底妝是號稱 手殘就心 所以要是你今天是一個刷底妝呢 永遠都會刷出一堆刷痕 然後都不知道怎麼辦的人 請記得要看今天這一支影片 所以教大家如何使用這一支刷具以外呢 我也會教大家它的其餘使用法 然後呢還會再加碼教大家如何清潔 跟保養這一支刷具 所以想要看今天這支影片的人就繼續看下去吧 底妝想要完美呢其實各種因素都是缺一不可的 除了像是我們 必須現在妝前把妝前保養先做足以外呢 產品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要是我們今天是一個沒有空在妝前做好妝前保養的人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好一點的primer 今天我們是使用他們家的清感隔離防護乳 這個呢它是粉色的 他們家之前其實也有跟瑪莉歐出了聯名膚色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兩色的差異 上面呢是偏粉色的很清楚 下面呢這個就是偏敏膚色的 所以我今天要來使用偏粉色的來打底 這一支呢它除了保濕力夠 然後又因為是粉色可以些微修飾肌膚以外呢 它的防曬力很高 是spf50pa++++ 所以防曬係數是很高 可是它使用起來呢 卻不會覺得就是有黏膩厚重 皮膚沒辦法呼吸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防曬係數這麼高 這種使用感其實算是非常不錯的 上完的妝效就是這樣子 總之它就是一支 雖然防曬係數很高 但卻一點都不會黏膩又很保濕的妝前 接著我們來上底妝 底妝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就使用550刷痕粉底刷 這是他們的粉紅限量版 搭配他們家的花瓣基粉亮粉底液 這次呢我的色號是584跟784 我來講一下這兩個顏色的差異 他們家的7系列呢是偏黃調的 5系列呢是偏粉調的 然後84這兩個色號呢 全部都是他們的最白色號 所以我今天使用584偏粉白的來示範 接著呢我們來講550刷痕粉底刷 要是你們有看我之前那一支 過年紅包跟年中要買什麼的那支影片 應該就有看到 我裡面就有講到 這支刷具是我最推的幾支刷具之一 這支刷具呢是他們這次出的粉紅限量版 你們可以看到 它做的非常可愛是粉紅色的 不過呢刷毛部分就是跟之前 原始黑色版本是一樣的 之前原始黑色版本呢 他們在一出的時候我就有去櫃上玩 那時候我就很喜歡 接下來我要用這支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它如何使用 接著等一下也會教大家如何清洗 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官方的建議使用法呢 是先擠出一個一字形在手背上 接著使用刷具呢 左右搖晃並往下拉 接著你就可以看到刷具的上半部 已經沾到冷粉底液了 這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使用刷具 隨便的往臉上刷就好了 我們是由內往外刷 然後也因為這支刷具呢 它添加了十八萬九千根的刷毛 所以它的刷毛真的非常的密 而且刷在臉上的感受是很好的 沒有什麼技巧就可以刷出沒有刷痕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輕輕的 上了非常薄的半邊臉 來給大家看一下差異 接著來給你們看一下兩邊的差異 你們可以看到左半邊是已經上完粉底液了 然後因為呢 有使用五五刷 所以它的妝感是非常薄透 然後沒有粉紅的 再怎麼進你都會覺得 就是很像是沒有化妝一樣 不過呢 妝感卻非常的均勻 不管是遠看還是近看 但卻有做到輕微的修飾作用 你們看左邊的黑眼圈 跟右邊的黑眼圈 然後還有 因為我的臉頰呢 兩半邊會有一點泛紅的現象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真的是有些微泛紅 不過左半邊呢已經被修飾掉了 所以妝感是非常均勻薄透 然後很服貼的 接著呢我們來上另外半邊的臉 一樣把粉底 沾到粉底刷上面以後呢 就輕輕的往臉上刷 它真的是幾乎不需要什麼技巧 而且雖然它的面積很大 可是它間斷的地方 卻可以拿來上眼下跟嘴角 就是可以很精準的 上完整個臉 所以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面積很大 就讓你很難刷到一些重點 不會不會 其實這樣就畫完了 然後其實光這樣 隨便再近看也是沒有任何粉痕的 你看我不過就這樣刷一刷 沒有任何的粉痕 然後要是你有想要加強的地方 其實你就可以用輕拍的方式疊加 不過因為我今天是想要非常薄透的補妝 所以我就只要上妝就好了 可是呢 我知道可能會有人問說 琪琪我不想要用這麼複雜的方式上底妝怎麼辦呢 其實沒有關係 剛剛這個方式呢 其實就是幫助粉底液更均勻的散佈在刷具上 讓你刷出來的底妝可以更薄透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遮瑕力更高 或者是你其實就是習慣不同的上妝方式 像是可能點在臉上再用刷具 其實都是沒有關係的 這就是個人的喜好跟習慣問題而已 底妝上好以後呢 我們就要把接下來妝的步驟都完成吧 OK 彩妝完成以後呢 我們就來定妝 一般定妝大家會用什麼方式呢 要不就是蜜粉 要不就是粉餅 再來就是定妝噴霧了嘛 所以我今天來跟大家講兩樣東西 一樣是鑽石光晶透粉餅 我今天會教大家使用 五五刷來定妝 另外一樣呢 就是秒定妝控油噴霧 這是他們家的新品 稍微來跟大家講一下 先來講粉餅 粉餅呢 他們家的粉餅這一塊 是裡面有很細緻很細緻很細緻的珠光在裡面 所以呢要是你今天是很不喜歡那種 霧感的粉餅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一塊 等一下來教大家用這一塊定妝 然後接著呢 來講控油噴霧 這罐定妝噴霧呢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粉末關係 所以使用前請一定要將它搖均勻 讓那個粉末均勻的散布在定妝噴霧中 噴上這個噴霧呢 也可以減少你底妝的黏膩感 讓你的底妝變得清爽一些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示範教大家如何定妝 首先先拿出我們的五五刷 接著這一塊粉餅呢 它給我的色號是574 屬於偏粉色系中的最白色號 因為他們也只剩這一個 所以他們就只給我這一個 把它放在臉上當打亮拋光 使用方式就是我們將五五刷 輕輕放置在粉餅上 然後左右搖晃 讓它沾取適當的粉末 也因為呢 要是你平常是處於那種手殘 使用刷具定妝 容易定得太厚的人呢 你就可以使用五五刷來定妝 然後我今天要定的位置呢 是眼下部位 你就是輕輕將粉末拍進肌膚 就這麼簡單喔 你就只要輕輕這樣子 現在在你想要定妝的部位 這樣就定完了 然後因為這塊粉餅呢 它裡面有添加非常非常非常細緻的光澤 所以要是你今天屬於健康肌膚 你就可以去選擇這種最白的色號 把它放在臉上當打亮拋光 來試用給你們看 你就是可以輕輕把它上在這個位置 不過因為我的膚色是屬於偏白的 這個色號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深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是Bronzer修飾給你們看 你們等於是把它輕拍在臉上 然後在臉上做這個拋光的動作 輕輕的畫圓 再在臉上做拋光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又會多一個很細很細的光澤 天哪這都要變成我修容了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的差異嗎 OK 就這樣 接著使用粉餅定完妝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使用控油噴霧來定妝 不過呢 使用噴霧來定妝之前 我來教你們霧霧刷另外一個使用法 就是 它可以拿來當作修容刷使用 假設今天你們手邊有一些霜狀的修容 你就可以使用霧霧刷把它推開 這邊來示範給你們看 你就只要拿起你的霧霧刷 往你的臉上這樣輕輕的 一推 修容就畫好了 就是因為它的面積比一般刷具大上 一倍之有 所以呢 它拿來修容也是非常迅速的 那我們來快速完成另外一邊 然後以上都完成以後呢 我們就來使用定妝噴霧 定妝噴霧呢 依舊像剛剛講的 使用前一定要把它搖均勻 讓粉末均勻地散佈在噴霧中 然後呢 我們距離臉部20到30公分的距離 然後均勻噴散在臉上即可 然後它噴完以後呢 在臉上的感覺跟味道都是非常舒服的 就像是噴化妝水一樣 等它這個噴霧乾掉以後呢 你可以感受到臉上的膚觸是變得比較清爽的 不過呢 它這個感受又跟一般 有部分歐美品牌的定妝噴霧的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我有用過一些歐美品牌定妝噴霧 應該說它一噴上 不用等它乾 你就可以感覺到臉上有一種 慢慢被縮緊緊繃的感覺 可能是裡面有添加一些成分 是要把你的妝吃住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感覺很不舒服 可是 這一罐它就不會 這一罐它的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 這個其實我蠻推薦給大家的 持妝力也會變得不錯 接著呢 這個看起來沒有刷痕 看起來也一點都不厚重的 輕透底妝就完成了 來 稍微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完成的底妝就是這個樣子 待會我可能也會再上一些腮紅什麼 才會出門 我真的強烈跟大家建議要是 今天你是一個手殘到不行 你像底妝永遠都會 要來來回去刷掉那些刷痕的人 你真的 就是用這一支 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你整個臉的底妝 而且它也可以拿來定妝跟修容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真的非常不錯 接著呢大家應該知道 底妝刷的清潔也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它其實用了十次都沒有洗 就都還是很乾淨不會有刷痕 但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底妝刷的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底妝刷的清潔也是你妝容乾淨 最重要的關鍵之一 所以我接下來就要來教大家 怎麼清潔這一支刷具 首先挑選一個底部直徑較大的容器 裝入少數水以後 再滴入3-5滴清潔劑 接著將刷具浸泡2-3分鐘 稍微搖晃去溶解分體 再來將泡過洗漆的刷子拿出來擬乾以後 再用肥皂稍微清洗 洗到沒有底妝殘留就可以了 最後再用大量的清水沖洗乾淨幾顆 太怕乾不了的人 可以先使用乾淨的紙巾去除多餘的水分 同時也可以檢查底妝刷涯洗乾淨 最後只要將5-5刷放在桌上或除溼機上晾乾就好啦 OK 那看完以上的分享跟教學以後 是不是對這支刷具非常有興趣呢 所以我這邊來跟大家分析一下做個總結 這支刷具呢 它真的就是手殘就心 刷毛非常密 上妝也非常快 然後又有多功能用法 然後晾乾也不用使用晾乾架 所以它真的是一支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底妝刷 真的非常推薦給喜歡薄透妝乾的人使用 或者是呢 想要使用不同的上妝工具的人 就真的可以去試這一支看看 不過呢 就像我之前那支影片講到 它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真的是 因為它形狀太特別 所以它比較難收納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要是要出門 想要帶出門的話 不要直接把它丟進化妝包 請拿一個袋子把它給裝住 再丟進化妝包 比較不會沾到灰塵 然後造成你底妝斑駁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OK 底妝完成 欸 彩妝 上碗的 這邊呢 給大家看一下上 OH SHIT OK 所以完成了整體妝容就是 喔 外面好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琦琦 所以完妝後的妝效就是這樣子 喔